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 父最是踢了一脚好球 二 高求整日风花雪月 吴正业 被他父亲到开封府里告了一状 府尹大人把高求断了二十几帐 发配出东京城 高求无济奈何 只得来怀西临怀州 投奔一个开赌房的贤汉柳大郎 高求在柳大郎家一住就是三年 三 后来宋哲宗大赦天下 高求辞粮了要去东京 这柳大郎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 写了一封书长 收拾些人是盘缠 四 激发高求回东京 投奔董将士家过活 四 董将士知高求是个破落户 碍于柳大郎的面子 暂且留在家宿些 每日酒食管带 住了十数日 董将士想出一个路数 写了一封书简 对高求说道 小人家下萤火之光 照人不亮 空后悟了足下 我转见足下于小苏学士处 久后也得各出生 足下一内如何 高求大喜 谢了董将士 静止来到苏东坡府内 五 苏东坡看了来书 知道高求非良善之辈 心下想到 我这里如何安卓的他 不如做个人情 见他去赴马王敬青府里 做个亲随 他便喜欢这样的人 当时回了董将士书长 留高求在府里住了一夜 四日写了一封书成 将高求送去小王都太尉处 六 都太尉乃是浙宗皇帝的妹夫 神宗皇帝的驸马 也是个风流人物 一见高求十分喜欢 便收在府内做了亲随 这一日 太尉生日 吩咐府府中安排盐盐 专请小舅端王 端王洗身净手 欧见书暗生一对儿阳之玉 脸成的镇治狮子 细巧玲珑 十分喜欢 王都未见端王神色 便说道 再有一个玉龙笔家 也是这个将人一手做的 却不在手头 明日去了 一并相送 端王大喜 七 四日 小 王都太尉处出玉龙笔家 和两个镇治狱狮子 用一个小金盒子成了 用王罗包袱包 写了一封书成 使高求送去 高求进的门去 见端王正和一帮小房门踢球 忽然 端王未曾接住 满球直向高求飞来 高求也是一时的胆量 使得鸳鸯怪 踢开端王 端王见了大喜 八 端王定料高求陪他踢上几脚 高求一番推辞后解析下场 使出平生本事 奉承端王 那球就如镖交式的粘在身上 端王大喜 便向王都尉要了高求 从此留在身边 寸步不离 未及两个月 折宗皇帝挂调 并无太子 文武百官商议 策立端王为天子 便是宋徽宗 一日 徽宗对高求道 朕欲要抬去你 但有边宫 方可升迁 先叫书密愿与你入名 只是坐随驾 先转的人 不过半年 便把高求做了殿帅府太位直视 九 高求选的即日良辰 去殿帅府里上任 所有义营公立牙江 都军兼军 马不仁等 近来参拜 高求手捧画名册 一一点名 众人接到 只差那八十万进军叫头王进 因病在床 不曾入牙管事 高求顿时大怒 急令差人捉扬王进前来 王进只好随了差人前来报道 高求不由分说 就要左右开打 幸好众多牙江一起求情 高求这才罢了 时 高求曾对王进父亲王生一棒打翻 知道高求不会放过他 于是便和母亲商量 准备去投奔延安府老总经略相公 当夜母子二人收拾了行李 衣服 细转 饮料 等到五更十分 出了西华门 取路直望延安府而来 王教头母子二人一路击餐可饮 夜住小行 在路上行了一月有余 哭一日 天色将晚 走进一座大庄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说明这 poll выход 三小姐 kendi时代碱眼心 五三小姐 红未 bulk期等 四小姐 麻烦是十多责任编辑 主要晚 康良影 除觉得准备